5、4、3、2 阿公阿嬤是相当专心的伴侣 有时还穿插交通安全地式的问答 让楼林可能是充满了活动 为了帮助老大人来看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并且交通事故的发生 到有没有自由拍片的方式 希望未来完成了后 可以在各社区楼林几点榜名 大家对老大人进行交通安全选择的目的 因为目前教育部 乐林中心它正在推展核心课程 所以就希望能够拍出一些核心课程的主题 那我们这个地方就选老人交通安全这个系列 那它打算用数位的方式 把它放在YouTube上面 让大家一点就可以马上看 阿公阿公 但是有听什么 没有看到名字 对这段老大人来说 可以有机会 正在选择和大家交通安全是很特别的经验 不过已经有年会因 拍片过程中想要记得的事和留定 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大家对他们都很有耐心 也让阿公阿嬷都想要记得 全都平和安心 这样真的很有意义 对这个交通安全问题 很有意义就对了 他会感觉让他看到我也很愿意 我也让他感觉 这样我也上镜头了 自己愿意 到时候哪个地方会比较危险 我们要怎么去注意 交通安全 交通安全 因为交通事故来失望 六十五岁以上的中备 可以说是五岁的做睡 不过用最大金中备的方式 将交通安全的地形传达出去 也将大家最好的选择效果 记者王主汝藏报导